然後把那個名稱貼上去 所以基本上我做一次給你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新增工作表 對不對 然後這個名稱要叫什麼呢 這個名稱要叫做菜頭 所以Ctrl C 基本 那但是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不可能用Ctrl C 然後那這邊把點兩下 把它Ctrl V貼上 那你如果要完成這個動作的話 基本上好像在那個問題7裡面也有講到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一個方式說 add 一個 after 就是should點 這個我想前面有講 它的name的話呢 因為我們 複製一個新的是before 所以一定是在什麼呢 在should 刮虎一定是在第一個 在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什麼呢 sales i i是2嘛對不對 第二列應該這樣看得懂吧 第二列裡面的C欄 也就是說呢 C2的儲存格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C2儲存格 C2的儲存格剛好就拆頭 那如果i等於3不就變小咪 等於4不就變成小張老王 有沒有 以此類推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一個一個一個 去取得這個裡面的值了嗎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已經有一個工作表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再切回到問題9 做什麼事情呢 篩選這個動作跟那個 前面問題7一模一樣 就篩選 那篩選的條件是什麼呢 篩選的條件實際上就是 我們這個名稱叫什麼 菜頭 所以呢 把菜頭地方 菜頭地方 我們要把它打勾 菜頭打勾 然後按確定嘛對不對 然後在儲標放A1 Ctrl Shift end這個時候應該會有問題 所以你不要用Ctrl Shift加end Ctrl Shift加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Ctrl C 那這幾個動作錄下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沒有 問題9先切過來 然後呢 儲標放在C1 再把它怎麼樣呢 做什麼呢 做這個地方是Auto filter 那個那個那個篩選對不對 然後呢 就是篩選條件的話是第三 那裡面Criteria是根據什麼呢 根據我們續者1裡面的C 2 書春哥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菜頭啦 然後呢 並且把它做全選 那全選部分一定要儲標